底盘孔打好以后,然后又顺便手撸了一个金属转向二楼板。 现在开始给新加工好的底盘装上各种零件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给这台新组装好的车第一次通电。 心情感觉有点小紧张,然后又莫名地有一种成就感。 这个过程虽然有点辛苦和漫长,但是看到最终成品快要完成了那种心情又很激动。 最后把电机的三根线插好。 见证最开心的时刻。 遥控器开机试一下动力是否都正常。 由于加长了一点底盘,原装的潜传动力是否都很激动。 车架已经短了,现在只能先尝试后去完,后期我们会再手工加工一个潜传动轴。 车架基本已经完成,车壳也准备好了。 你没看错,这款底盘就是未套KM大G车壳打造的。 平袍底盘配硬汉大G车壳,有没有感觉很酷呢? 来看看套上去的效果。 后期会再给这台低趴大G手工做个前后车壳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